如果从你的大脑中吸走所有水分 并将其分解为营养成分 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脱水后的大脑大部分重量来自脂肪 也称为脂质 在剩余的大脑物质中 你会发现蛋白质和氨基酸 微量营养素和葡萄糖 当然大脑不仅是其营养成分的总和 而且每种成分对功能、发育、情绪和能量都有明显的影响 午餐后兴趣寥寥或深夜还保持清醒 可能是食物对大脑的影响 在大脑的脂肪中 最主要的是Omega-3和Omega-6 这些必须脂肪酸能防止脑功能退化 必须从饮食中摄取 食用富含Omega脂肪酸的食物 如坚果、植物种子和脂肪含量高的鱼 对细胞膜的形成和维护至关重要 虽然Omega是对大脑有益的脂肪 但长期摄入反噬脂肪和饱和脂肪等其他脂肪 可能会损害大脑健康 同时,蛋白质和氨基酸是生长和发育的组成部分 操纵着我们的感受和行为 氨基酸包含神经地质的前提 神经地质是在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的化学信使 影响情绪、睡眠、注意力和体重等 这就是我们吃完一大盘意大利面后 感到平静的原因之一 也是在吃完富含蛋白质的一餐后 更加清醒的原因之一 食物中化合物的复杂组合 可刺激脑细胞释放改变情绪的 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 但它们要进入脑细胞并不容易 氨基酸必须争夺有限的通道 多种食物搭配的饮食 有助于保持大脑信使的平衡组合 并防止情绪波动偏向某个方面 和我们体内的其他器官一样 我们的大脑也受益于稳定的微量营养素供应 水果和蔬菜中的抗氧化剂 可增强大脑抵抗破坏脑细胞自由基的能力 使大脑在更长的时间内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如果没有维生素B6、B12和液酸等强效微量营养素 我们的大脑将容易受到大脑疾病和精神衰退的影响 微量的矿物质铁、铜、铅和钠 也是大脑健康和早期认知发育的基础 为了使大脑有效地转化和合成这些有价值的营养素 它需要能量并且需要大量的能量 虽然人脑仅占我们体重的2% 但它消耗了高达20%的能量资源 大部分能量来自碳水化合物 我们的身体会将其消化成葡萄糖或血糖 蚝叶对血糖下降非常敏感 事实上心理机能的变化是营养缺乏的主要信号之一 假设我们可以定期摄取葡萄糖 那这种特定类型的碳水化合物是如何影响我们大脑的 碳水化合物有三种形式 淀粉、糖和纤维 虽然在大多数营养成分表上 它们都被算进了总碳水化合物 但糖和纤维占总量的比例会影响身体和大脑的反应 高血糖食物如白面包会导致葡萄糖快速释放到血液中 然后开始下降 血糖下降我们的注意力范围和情绪也随之下降 另一方面 燕麦、穀物和豆类的葡萄糖释放速度较慢 让我们的注意力保持在更稳定的水平 要向大脑持续工作 选择各种营养丰富的食物至关重要 当你咬、咀、咀嚼和吞咽时 选择摄入的东西 会对身体最强大的器官产生直接和持久的影响 求之若渴吗? 订阅我们的频道 满足自己的求之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